台北市自強隧道有機車騎士反應 明明裡面有限速 而且還是科技執法 時速不能超過50公里 它保持合法的車速 反而卻被後方的公車駕駛逼迫 騎士的行車影像可以看到 兩車越來越靠近 安全距離都快沒有了 雙方更在出隧道之後 都有停在馬路邊 騎士指控被惡意阻攔 不過客運業者也提供畫面澄清 隧道裡慢車到的機車 都已經超過公車前方的機車 當時司機才會按喇叭提醒 沒想到騎士卻疑似 有比出不雅的手勢 所以才會超車請機車騎士解釋 雙方事後也都離開 這是我們掌握到的情況